临时双台侵袭造成屏东许多乡镇淹大水 除了临边多处积水 加东乡腔圆积水仍有三四十公分 台湿气线水深及稀 居民苦不堪言 看到鱼现在都胖了 晚上都不能睡觉 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就整个路面的水就积上来 之前都没有这种现象 就是从八八水灾一直过来到现在 就烦恼说会水就烤进去 就整夜都没有睡 政府其实是也做很多 我都没办法改善也不知道 看因为这一四个水来 这么水没 要改善 政府其实也是很帮忙 也是做很多 县府除了调集抽水机 全力让水消退 也请乡镇公所尽早协助乡亲回复家人 我们拿兵家是算水没 没办法改善 在那个 差不多正逃富山市 那边那边的 沾红那边的水都灌下来 在拿兵青年公园 那些竹林那边的水 有没有 心臂那边的水全部都灌在拿兵之外 所以这边拿兵 投水站这边都继续 出师在投 三天都都投不停 我们每个地方都都放开 因为他都拿不来 因为那些水 都灌到这里 所以这边继续在投 现在都继续出师在投 县府强调此次山区 平地累积降雨量不断升高 超大豪雨时雨量更标破历史记录 因此高容量排水宣洩不及 目前正加紧用最快时间 恢复人民生活秩序 台风的10雨量 都跨越的历史记录将近200 甚至有180几 甚至有130几 这样的一个10雨量 我相信所有的专家都会跌破眼镜 那当然所以我们也在跟地方 跟中央来讨论 未来如何因应这种极端化的气候 这种10降雨量 动辄破百 动辄破200 甚至连续三个小时400多 是一个定点的滞留 甚至用寝道式的 那这样的一个极端气候当中 那我们治水单位 应该彻底来检讨 从整个目前的河川断面的设计 整治甚至区域排水够不够 或是能不能应付这样一个 将来在更极端气候的一个 对于整个治水防洪的一个措施 所以这样的一个一个 我们也昨天也这几天也都一直密集 跟水利署跟乡镇公所 再来做一个这个治水的一个总检讨 包括村里的一个排水沟 或是县管中央管河川 甚至在几个布点低于海平面的 低洼地区的抽水站等等 这些是不是能在这个降雨量 能够来应付这样极端的挑战 这一点我们会来检讨 县长判木案强调 针对沿海乡镇淹水问题 除了同时协调中央地方各单位 检讨未来排水抽水等系统 以及溪流的整治 未来也将与中央治水单位讨论 极端气候下墙降雨的阴影 屏东顺不停于相词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